政府編列了千億元台幣的預算 來補貼台電的虧損 依舊是從人民口袋裡面 拿錢來照顧台電 康人民的凱 為錯誤的能源政策來買單 台電補貼補過往 越補越大洞 沒人負責全民買單 這就是信賴台灣嗎 主席 行政官員以及各位立院同仁 三坨颱風在這幾天 侵襲全台 尤其是南部地區 我們看到媒體的畫面 觸目驚心 身為高雄女婿的孟凱 在這邊也利用國事論壇 我們再一次 為南部地區的所有民眾 加油打氣 我們希望盡速能夠 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天佑南台 天佑中華民國 而今天 國事論壇 我們更希望能夠探討的是 關乎全台 大家2350萬人生活的能源政策 電價審議委員會 拍板調漲電價 不令人意外 只針對工業用電來調漲 民生用電動漲 說也許可以降低人民對於漲價的反對聲浪 但是我們又看到另外一首政府編列了千億元台幣的預算來補貼台電的虧損 所以依舊是從人民口袋裡面拿錢來照顧台電 官員 火力發電佔了八成 不但不符合淨零碳排的國際趨勢更是導致了台電虧損的主要原因 不是嗎 也因此 2022年烏二戰爭開始 國際的燃氣燃煤石油的價格來到最高點 但是兩年多過去了 價格早就已經回復到戰前時候的價格 怎麼電價反而會越漲越高 成本上升的時候說要漲價 成本下跌的時候怎麼沒有說要減價 說穿了 民進黨政府主張一直在補破網 拿東牆補西牆 拿在密爾納稅前為錯誤的能源政策來買單 卻不見任何的反省跟檢討 這種囂張傲慢的態度才是讓國人無法接受的主要原因 媒體報導 救命的比不上賣煙的 意思就是醫療行業的店家要漲 但是煙草製造業反而不用 引起社會華然 不到一天急速調整 原來店家審議委員會 也不過就是民進黨政府的擋箭牌 要改要變要斷 獨斷獨行 醫療行業當然應該補貼 但國人更要問 虧損了4000多億 產業電價漲了14% 中央再補貼2000億 台電補貼補貨網越補越大洞 沒人負責全民買單 這就是信賴台灣嗎 先檢討 要調整 顧民生 這是我們給民進黨政府的最後忠告